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奶香滑嫩的蛋挞 首先我们要准备屏幕上方的材料 我这个配方呢是可以做16个的 如果你只需要做8个的话 把分量减半就可以了 我们先来敲鸡蛋 然后我们把这3个鸡蛋搅拌均匀 加入我们的白砂糖 奶粉我们需要过筛一下 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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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拌至五大颗粒之后 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牛奶 搅拌至五大颗粒之后 接下来我们加入奶油 把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就可以过一次筛 我们搅拌均匀后的蛋挞液 需要过筛 这样可以过滤出一些粗大的颗粒 做出来的蛋挞细腻 口感更佳 口感更佳 蛋挞细腻 蛋挞液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拿出我们的蛋挞皮 我这个蛋挞皮是在中国超市购买的 如果你那里没有现成的蛋挞皮 你也可以自己制作 当地超市的这种大块的酥皮 做出来的蛋挞效果也是极好的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把蛋挞皮排列整齐在烤盘上之后 我们可以准备一根牙签 轻轻的搓一下蛋挞皮的底 这样可以让蛋挞充分的熟透 也更加的酥脆 现在我们把准备好的蛋挞叶 均匀的倒在每一个蛋挞皮上面 注意这里倒的蛋挞皮 只需要倒到8分满 准备好之后 我们预热烤箱到275度烤20分钟 再来来看看 准备好之后 20分钟之后 我们把温度调到325度 继续烘烤8分钟 把温度升高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酥皮已经开始慢慢的变得更加的酥脆 蛋挞的表面语开始慢慢的上色 烤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蛋挞拿出 记得要戴隔热手套 瞧瞧这一蛋挞的色泽 是多么的诱人 这一个个外酥里嫩 超级香喷喷的蛋挞就做好了 我也忍不住偷吃了一个表皮 非常的酥脆 里面的鸡蛋也非常的滑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视频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